讲道记录第一次八篇用圣洁公义侍奉神,讲时1940年12月13日周五,读经《路加福音》一章75节,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,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基督徒的起点。 一个基督徒的圣经里应当记下许多的日子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圣经里没有记下许多的日子,就好像日历没有日子一样。神创造的历史是记在圣经里,你新造的历史也要记下来。 每一个基督徒至少有得救的日子,受尽的日子,按手的日子,奉献的日子。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两个起点,就是得救与奉献。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得救的日子,也要有奉献的日子。 一个人若没有奉献的日子,在神看来,就如同没有得救的日子一样。正如同火车的轨道,必须有两根铁轨一样,一个基督徒也必须不止得救,还要奉献。 单有得救而没有奉献的人,路一定走不好。地上所有的人都需要得救,而所有得救的人都需要有奉献。 有了这两样,才是有了真正的起头。一个基督徒若还没有奉献,他就是停在那里,属灵的路一步都还没有走过。 唯有当一个人有了这两样,他才开始往前走路了。用圣洁公义侍奉神。一个得救,奉献的人,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 关于侍奉神,路加一章七十五节说,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 圣洁是指自己一面的,公义乃是对人发生关系的。 圣洁是神给的是一个恩赐。 公义乃是学来的是一种表现。 圣洁是性情,公义是习惯。 圣洁是生命,公义是道路。 主耶稣说,我就是道路生命。 约十四六。 我们的生命乃是圣洁的,我们的道路乃是公义的。 生命是在自己身上,道路乃是要通出去,通到别人那里去的。 有了里面圣洁的生命,还要有外面公义的生活。 外面公义的生活,必须由里面圣洁的生命做能力。 一个基督徒可以顶公义,但若是不圣洁,也没有用。 圣洁和公义乃是里外两面的,缺一不可。 我们侍奉神,必须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 今天晚上,我们先着重在公义上。 公义乃是指待人接物方面说的。 一。一个人没有得救的时候,过着不公义的日子,自己不觉得,甚至还自己觉得好。 但一个信主的人,有了神的圣洁生命,就该开始对付不义,过公义的生活, 让公义在我们身上成为习惯,变成满有感觉的,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行为。 我们每天带人接物,是不是公义的? 收的,是不是该收的? 给的,是不是该给的? 拿的,是不是该拿的? 在这些事上,我们都必须是对的,义的。 而这些,乃是凭着我们里面圣洁的生命,性情形出来的。 我说一个老故事。 我信主三年多的时候,想学做一个公义的人。 但我里面对公义这个东西,还不是认识得很清楚。 有一天,我读到一份报纸,说到在某处开大会时,有一位传道人坐在下面, 当他要上台讲道,经过一个座位时,将那人的羽衣揣脏了,但他没有道歉。 我读到这里,里面马上就知道,就能分别什么是不该的和不义的了。 那位传道人,没有权利可以去踹赃别人的羽衣,那是不公义的。 我得这亮光以后,就知道要如何对付不义了。 不公义的事情很多,在钱财上、态度上、时间上、责任上、物质上,各方面都会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。 追求公义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。 圣灵的光照如同太阳光,我们好像玻璃。 若是玻璃被烟熏了几次,就不透亮。 问题不在于太阳是否发光,乃在于玻璃是否透亮。 照样,问题不在于圣灵有没有光照,问题乃在于我们的里面是否明亮。 我们追求公义就是擦玻璃,好使我们一直是透亮的, 一直保持在圣灵的光照中有属灵的感觉过公义的生活。 在上海有一位老太太,做了三十年的基督徒,生活还是一塌糊涂,不公义。 有一天我忍不住了,就问她,你这一生中有没有向人陪过不是? 她用上海话回答我说,谢谢老天爷。 她仍然不在光照中,仍然没有感觉。 假若一个人眼睛被烟熏,鼻子被灌水,她会受不住的, 因为她是活的人,她有感觉。 但她若是个死人,就什么都不会觉得了。 当我们不公义的时候,责备最大的,乃是从里面出来的。 善。 第一件我们该对付的不义,是在钱财的事上。 钱财乃是最常容易使我们不公义的。 你不可以叫别人的钱变为你自己的,一文钱都不可以。 也不可以借钱,只个人的,并非商业上的。 有的人借钱成了一个习惯,如同吃大烟一样,有瘾的,到时候就要向人借钱。 这样的人,你若仍要和他做弟兄,就不要借给他,若要和他断绝,你就可以借给他。 借贷的事,非常教我们受试探,陷在不义里。 我们受人的亏负,在神面前可以得到不满。 但如果我们亏欠了别人,就不能得神的祝福。 所以在钱财上,我们不可以随便。 有一个做女佣的人,还没有信主时,透过东家二十多块钱。 得救以后,心里为这件事很难过。 就去对一个姊妹说,这个钱在我这里使我很不安,我打算把它捐给神。 这位姊妹听了就问他,你怎么知道神要不要你的脏呢? 后来姊妹告诉他,应当去还给他的东家。 他这样做了以后,就得着了平安。 有一个姊妹,她的姐姐来向他借用公园门票,本来不想借给他,但还是借了。 借出去之后,心里很不平安。 还有一位弟兄,从赫德路坐电车到文德里来,票价应该是七分钱,但还莫买票,就到站下车了。 后来心里很不安。 做公益的人,是不好做的。 我告诉他,下次坐车,买两张票,撕掉一张,是为补上次的。 若是你有一点不易的钱放在家中,他能吃去你其他的钱,并且还要吃去你的灵性。 买东西还价是可以的,但不要再盼望重量多些,不要指望棒撑上的针在出来些。 公益的意义,不是人愿不愿意给我便宜的问题,乃是我肯不肯让他给我便宜的问题。 刘教士在庐山避暑,有人来卖竹篮子,他和那人讨价还价起来。 到了一个限度,他不再还下去了。 因为他觉得,我出这个价钱,买这个东西,不是问他愿意不愿意卖。 乃是要问,我这个价钱,出的公道不公道。 许多人的乐意乃是勉强的乐意,而不是甘心乐意的乐意。 在时间上,我们在时间上,也不可亏负人,该有多少时间给人的,就应当给人。 偷时间为自己来用,也是不公义。 许多人知道,不该偷钱来奉献给神,但是却偷时间来奉献给神用,这也是不公义的。 我们必须对付在时间上的不义,在责任上,在责任上也要公义。 做父亲的人,一天到晚忙自己的事,没有功夫做父亲,儿子要得的父爱,没有给他。 为人母者,也有常做不公义的事,没有尽该尽的责任。 有的母亲说,我要属灵,儿女我不管,我把她们都交给主,让主来照顾管教。 个,做丈夫的,有做丈夫的责任,若是一个丈夫不负家庭经济的责任,乃是不公义的。 做妻子的,要尽管家的责任,否则也是不义的。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关于责任上的标准。 你有你自己的界限,我不能为你定出来。 但是你若越过了,或是不急,你自己是会知道的。 我们要学习在责任上,做一个公义的人。 培养公义的习惯,凡人在我身上所该得的,无论是什么,我都该给他。 若是不给,就是不公义。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,必须常常找出新的不义来,并且对付清楚。 有时候会有些无意的不公义,我们也要学习找出来对付。 例如,公园的草地不该践踏,但许多人不小心,无意地践踏了。 这样的不义也要对付。 公义乃是一个要养成的习惯,乃是一条该行走的道路。 你必须学习不马虎,不要不义。 这样,那些公义的事,你就能自然而然地做出来。 你要学习做一个公义的人,但是不要特别叫人觉得。 有的时候,人反而会厌烦你的公义。 今天晚上,你需要在神面前接一个仗,看看你到底有多少的不义,然后学习一件一件在人面前对付。 你要接受神的光照,但不要接受撒旦的空告。 有些时候,许多的不义从四面八方的都摆在你面前。 有的是假的,有的是真的。 撒旦乃是要历史叫你看见,好叫你一下子就倒下去。 这是撒旦的诡计,而不是神的作为。 绝,神的工作乃是慢慢地,一步一步的。 神乃是慢慢地光照我们,引导我们,一件一件去对付,叫我们养成公义的习惯,学习凭圣洁的生命,走公义的道路,使我们能用圣洁和公义侍奉神。 神乃,祝,黄、教育,学习。 神乃,祝,黄、健在一步的想历史上。 神乃是在ホル用养断的甲韬铺。 神乃是正在忠一步的这种人。 神乃是正在你面前。 神乃是回来的。 神乃是神乃是靠地,他这种人的习惯,叫我上带来的经验。 神乃是在幺ilen的一步的移民,